一袋袋颗粒水溶肥巧克力是如何诞生的 今天带大家打卡巧克力工厂池生产车间 这套设备是我们的PRC自动批调系统 它可以对多种原材料进行征测的配备 这套设备我们时期监控 对冲动团码器以及压力温度 能参数进行冲产均速 因为我们生产的是颗粒水溶肥 所以对水溶性要求非常高 如果我们原材料里面 有一些杂质或者火溶物 系统对自动识别报警 这也是我们最后对咱们原材料的品质 进行一个办法 我们狗粒以后 通过这六档毛块 控制我们的原料配备 自动通众 在一个自动检测 还有一个就是自动输送 这个设备或者原料 一旦出现故障 在零点一秒就能自动恢复 保证我们生产当中 这个连续性和稳定性 这是我们的双猪管料机 腿肥中运软带60左右 它这个东西呢就像蒸麻醋一样 这个揉面 如果四处越多 吃起来越坚倒 只有这个原料 充满着搅拌 各种养败 充满着坏盒 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他在线的冰箱里面 这个环节非常重要 这个加口速简来看 把颗粒速简去检测硬度 硬度桥了以后 这是没有采化的 如果硬度达不到 我们会重新检测 用设备这些桥的 从前开机 因为颗粒肥的硬度非常关键 识别让一些颗粒肥 有采化还有采化 就是硬度差的问题 也算实在 大家就知道 这个牛状素的活性比较高 这个换器也是我们用科兔材料制作的 那么吃到吧 牛状素的音效 这个是水培提起的过程 这个长50米 带一个有的真击负压 在全瓶水上 这个呢 最多的作用呢 是把多余的水排抽掉 然后呢 放颗粒呢 整形 打到圆形 画这个养败火部 规影响 混音 进行 2013年 小克力发明了特立工具 12年来 专注特立工具的研发 对各种团体 精力求精力 给你便利的发展